青莲跟奥斯卡 我跟他们两个比赛的时候 几乎没有交流 看着好熟 我们三个人是 就是八竿子打不着一棒的那种 上一个节目在一起 我跟青莲突然关系变得非常好 但是奥斯卡 还是进入不到他那个世界里面 很开心他能来到这个节目 让我重新又认识了一遍 王振雄 没有这个节目的话 我们可能还是个陌生人 我一直以来以为我没有你的文心 这个节目我 你让我感受到了 很多不一样的一面 可能我们不会能成为很好的队友 但是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打开了我的另外一个世界 也谢谢你能让我们走进你的世界 谢谢 大家就珍视好 现在就好了 所以以后想起来 这也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就可以了 不用考虑太多 就接下来就尽情地玩吧 自己的 Leath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啊 我们下的夜色